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 《纪事篇》第十四章 也是《纪事篇》的最后一章 帮君之妻 君称之曰夫人 夫人自称小童 帮人称之曰君夫人 称诸一帮曰寡小君 一帮人称之一曰君夫人 帮国之君的妻子 国君称她为夫人 夫人自称为小童 帮国之人称她为君夫人 相对于其他帮国 则自称她为寡小君 其他帮国的人也称她为君夫人 这一章跟其他各章比较起来 文类颇有所异 而且前面也没有夫子约 所以有人认为 所以有人认为恐怕不是夫子之言 竟然杨启超以为这是后世辱者 既其理智而窜入 以为边的 但这一章在古论 论与鲁论都有的 古论鲁论都有 所以有人认为他还是夫子之言 并不是后人所负计的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当成夫子之言来看待 帮君者 帮君者诸侯之君也 帮国之君也 春秋时代诸侯放智 常常有剑阅其理的 夫子特于此教士之也 盖 名号正 则未正 未正则得正 正德方可以利用后生也 孔安国的诸 说当此之时 诸侯的妾不正 称号不神 故孔子正言其理也 说在夫子那个年代 诸侯常常不守宗法 所以的妾不正 是敌是妾 没有分清楚 称号也不仔细 所以夫子特别端正言其理法也 该明正言顺 言顺 事成 事成 则理悦心意 也就是以前我们读过了 明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事不成 则理悦不心 理悦不心 则明无所措 守足矣 所以证明很重要的 证明 所以求其实业 两千多年前 中国古代谈正名 一直贯通到目前为止 很重要的 所以这里特别举出了 一帮君之妻 国君称她 叫夫人 夫人自称小童 国君称她为夫人 这是从德位 立教之意来说 你有这个位 你必须要这个德 所以是为夫人 小童则显示的是 私下的 私领域的 显现她情分和恩爱 所以夫人小童 这个对称是如此的 一个是就公领域说 也是就私领域说 称诸一帮 叫寡小军 当然帮人来称国君的 夫人 就叫君夫人 但是她跟其他一帮人说 就说寡小军 寡当然是谦词 谦虚之词 小军者如其为君也 意思就是君夫人 之如其为君也 寡小军 而一帮人来称这个君夫人 当然就叫君夫人 所以这里很清楚了 君夫人如其为君 所以称寡小军 自称 而一帮人来称 还是君夫人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位 德 有其位必须 居其德 依其德 而行其理 证明以求其实 明实所重 不可轻易事实 不可以忽略 所以就是 最后一章来谈 这几本问题 其实是有道理的 我们再来 这一章重读一遍 《论语记事篇》第十四章 帮君之妻 君称之曰夫人 夫人自称小童 帮人称之曰君夫人 称之一帮曰 寡小军 一帮人称之一曰君夫人 好的 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